你杀球是不是很喜欢压手腕 如果你有这个压手腕的动作的话 我给你100个手腕都不够你用 有好多球友们为什么手腕会疼 就是因为在杀球的时候 在你们的认知当中 我要让球尖 所以你们会特意压手腕 这个压手腕的动作 如果你们出现的话 手腕肯定飞的 那正确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第一点就是你们要找到一个 对的杀球的击球点 杀球的击球点我们会放在 鼻子的前上方这个位置 好 为什么会放在这个位置呢 放在这个位置 每当我一架拍引拍挥拍的时候 这个拍面是在往下走的状态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杀下去的话 这个球才会够尖够快 好 那有好多球友们会放在 什么样的一个击球位置呢 就是在头的正前方 或者是头的后边 好 在这个位置去杀球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我们打出去的时候 拍面是平的 所以球不会往下走 所以有很多球我们会做什么 就在这个位置特意去压腕 在这个位置压腕 你们侧面看 手腕都压成这个样子了 一定飞的 那我们如果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一架拍 引拍 当我的小臂内旋往上往前 推动我的这个手腕往前击打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在这个击球点我一打完了以后 你们注意看 我的手腕它是没有往下压的 它是和我的这个手臂是保持平行线的 保持平行线的话 我只是利用我的手腕往前推出去而已 所以我是没有去压我的手腕 如果你有压你的手腕的话 你一定会受伤 由于我打出去的时候 我的这个手腕和我的手臂成为一个平行线的以后 我怎么样卸力呢 我的小臂会再次内旋收拍去卸力 所以我是小臂内旋往上往前推动我的手腕出去 击打球了以后 这个时候球已经飞出去了 然后我再次内旋收拍卸力 所以我的手腕没有特意这样去压的 我是有打完了以后 再次内旋收拍 然后进行这个卸力 这样的话我才不会受伤 球门 如果你们要系统学习羽毛球的这个技巧 或者是教学的话 评论区里告诉我